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按OK 就完成了 第二个方式是 如果你知道你的带号 但你还想换的话 你先Login进来 你的SQL这里 然后按File Change Password 再把你Current Password打进去 再打新的 Password下去 今天就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